波昌卡许冠节演唱会5月27日隆重呈现 巴西正在采取额外预防措施 以保护世界上最大的禽肉出口产业 免受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侵害 此病毒本周在巴西的野生鸟类中被发现 之前已经在邻国爆发过 如果H5N1禽流感感染巴西商业养殖群体 将使价值近100亿美元的禽肉出口面临风险 5月17日 拉丁美洲唯一一家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可的实验室证实 捕获的两只黑嘴燕鸥和一只白富PT中检测到H5N1病毒 全国实验室网络协调员罗德里戈表示 迅速检测禽流感的压力 迫使我们改进设备采购流程和实验室程序自动化流程 根据协议 当地的兽医从现场采集了鸟类样本 并将其送往巴西堪皮纳斯的参考实验室 养殖场出现禽流感通常会导致整个养殖群体被扑杀 并可能引发进出口的贸易限制 而在野生鸟类中发现禽流感 不会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引发禁令 感谢观看